大家看一顾作家李敖的女儿李文 这回就告人了 对象是他的邻居 是在台湾经营超过60年的 大东纺织的董娘 李文控诉对方把房子租给了大学生 但是长达三年多的时间 学生们半夜骑车呼啸而过 还在屋外大吼大叫 让他不堪其扰睡不着觉 那么也多次向这些学生反应 那么也跟董娘说了 不过呢这董娘却跟他说 那你把门窗关好 把里头的音乐放到最大声 你不就听不到了吗 让李文气愤提高 大半夜阳明山上的透天错 外头传来扰人的摩托车声 三天两头像是这样 好几辆机车凌晨呼啸而过 发出的声响 让附近透天错的住户快受不了 还不止如此 晚上学生大吼大叫 美哥又追了又追了 白天屋主养的狗没有戏神 看到人车就乱追 他不会再弄我们劝阻了 马上狗又放出来 又来了七个文大的学生 是早上两点也回来 早上四点也回来 一起来就是五六个车机车 吵到我们 他是李敖的女儿 李文博士 这回告上的邻居 是台湾经营超过六十年 股票上市的大东纺织董娘 严丽蓉 他把房子租给二房东 再分租给大学生 噪音干扰 严重影响他的生活 多次讯息没有来往 说会改善 董娘甚至还提出 说反应后 孩子们渐渐有改进 还有邻居试试看 把门窗关好 家里的音乐开大声一点 让隔壁的声音 就听不见了 把你的窗户关上了 你因为开大声音 把它盖过去 我说are you crazy are you insane 你上司公子 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出来 真的无法再忍受 李文控告邻居 纺织董娘 以及管理者二房东 李先生等人 强制罪附带民事侵权赔偿 我们致电纺织公司 结稿前 无法取得董娘的回应 两个民女人 过去是好邻居 还讨论高点制作 如今因为房客噪音 两人好姐妹的情依 彻底撕裂 三星文曾俊勋 戴伟成高华相受 怎样跳的